各位你好 我很傷心 昨天6月26日 在香港有一群人出來遊行 名義上抗議逃犯遣犯的修訂條例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個條例已經被割置了 而特首也出來道歉 但是這群人要繼續抗議 主要就是明天6月28日 G20會在大阪舉行 希望在舉行之前做些事 其實如果大家看清楚 在這些遊行之中 有部分,不是全部 有少少人 其實是在搞破壞的 當然搞破壞就需要有錢在後面支持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有部分抗議的人出來好像穿了制服 例如他頂木,他頂所謂的頭盔 清一色,全部都是同一個款式 這是一個標誌 另外他們藍的口罩也基本上是清一色 同一個顏色 即是說這群人後面有一個組織 而網上流傳說這些人是可以收錢的 出來遊行 我們要看看到底這個金主是誰呢? 會不會是香港政府呢?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同學說 這個是中國政府或香港政府 特意給錢的人出來搞亂這個遊行 我們要明白 到底現在這個修訂條例 是誰想他成功? 當然就是香港政府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政府有什麼理由 找人出來搞亂自己的事情 要搞到特首出來道歉 而將這個修訂條例擱置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不成理由 但是相反來說 我們看看就是 在美國有一個組織叫NE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他們那裡的主持人 就公開承認過的了 那就是在1986年 NED的President 叫做Kell Guzman 那接受New York Times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呢 承認了在當時的環境之下 美國利用CIA在世界各地做一些 co-work operation co-work 即是 隱蔽不肯認我 就是流血的 就變成了製造一個不可形象 很難找到一些所謂 Democratic Groups 的支持 因此就 CIA就組織了這個NED出來 就是說這個NED 掛名就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但是其實呢 我們知道這個NED 所有的經費 是來自美國國會的撥款的 那就是 由美國國家撥款 那你沒可能就不是 政府組織了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他這個這樣的說話呢 我把它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言文怎麼說 那麼就 我們都知道NED 在香港是花了不少錢的 是數以千萬計的 那所以呢 在香港 這些錢花了哪裡呢? 當然是支持所謂民運分子 但是這些民運分子 後面的金主才是大惡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一件事 大家要留心就是 你不要給一些外國勢力 引導你走錯方向 香港的前途 不是要脫離中國 香港的前途 是要利用中國的繁星 而得取你最好的生活條件 那我知道有些人說 但是我寧願死都要民主 有人就用孫先生 領導那個辛亥革命作為例子 有人呢 寧願是 不開頭 撒血都要造成這個革命 但是呢 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以香港這樣的地方 只有幾百萬人 你流多少血都好 不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政權 與其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搞壞了 使得大部分香港人的生活 受到要脅 我覺得這件事是個不治之舉 是完全沒有把香港人的生活 香港人的前途放在心上 而是在出賣香港人的 但是很可惜 昨晚我們看到很多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 上街遊行 實在令人廢解 我覺得完全不明白香港人 為什麼 你不可以看清楚自己的將來 而是這樣 走上街 和政府對抗 第一 這個對抗不會有結果的 第二 這個如果有結果的話 更慘 因為呢 搞到香港 要是解放軍 進駐香港 控制了香港 那一國兩制就說完了 玩完了 是不是 但是要是呢 香港真的脫離了 那脫離之後又怎樣呢 目前來講呢 在美國國會 就有一條法案在推行 就說要支持香港這個民運 這件事就是非常諷刺的 大家知道在美國 剛剛搞了一個叫做通俄門 就說呢 俄羅斯呢 是影響了他 2016年的總統選舉 那既然啊 你不喜歡別人干涉你的內政 何解 你可以立法去干涉別人的內政呢 那香港的 示威遊行 是香港的內政 而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也屬於中國的內政 你既然不想別人干涉你的內政 何解 你要去干涉別人的內政呢 這件事就很諷刺的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想清楚 美國人不會以香港的利益作為他的利益 他只會用自己的利益來看的 所以如果他可以利用香港 破壞了香港的生活秩序 破壞了中國對香港的承諾 那麼他在國際上呢 就會大有口實 而影響到中國的前途 但是這件事 大家要知道 其實也會影響了香港人的前途 不要被人利用 我真的很希望香港人 你不要被人利用 利用你的人 不會為你的生死而做任何事的 他是在利用著你 純粹是一個利用來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靠外國力量 可以推翻香港政府的話 我想你是大錯特錯 而由因此而可以推翻中國政府的話 你更加大錯特錯 而如果中國真是 現在這個統治階層被推倒 回復回去軍閥時期 中國大量流血 我想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是會非常非常之傷心和憤怒 我不希望見到有任何流血事件 當然香港警察到目前為止 都相對地是比較抑制 但是在暴徒衝擊之下 可能會發射一些橡膠子彈 用一些催淚氣體 用一些胡椒噴霧 現在這件事已經變成了警察 但是全世界都一樣 變成警察控制這些暴律的標準手法 所以我反對暴力 但是大家也不要把這個香港警察的 所謂暴力過分誇大 香港警察相對來說已經非常之收斂 非常之愛民 不願意用一些暴力 但是作為香港警察有需要事 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亦都不應該指責香港警察 尤其是前線的人員 他們都是受後面的指揮官的指揮 而做所有的事 而那些指揮官 當他們要做這麼決定的時候 其實他們自己 所以我相信內心之中有一個很大的掙扎 到底應不應該做 到他們決定去做事 那些前線警員當然要做 但是他們現在 我比較起在其他世界各地 見到的警察控制暴力差豪越 香港警察是非常之收斂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因為警察收斂 而繼續衝擊政府 這件事對大家都不好 對香港是絕對不好 經常說 香港有二百萬人上街 香港上街這段道路 是放不到二百萬人在這裏 所以這個數字是嚴重誇大 香港這階段的總面積 可以計算出來的 在Google Mac 之內 計算到之後 然後你當每一個單位的平方米 放多少人上街 你可以計算到 其實所謂二百萬人上街 都不外乎大家二十萬左右 所以這件事不是這麼多人 得來上街 而這二十萬人 其中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條例是甚麼 只是人運益益 我很希望大家不要用這隻耳朵 作為你決定做事的原則 真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 那條條文是甚麼 到底這個條文對香港是好還是不好 然後你才再決定你應不應該做你想做的事 大家理智一點 香港人 我曾經是香港人 現在都覺得香港是我的家 我才會這樣說 OK 拜拜